哪个国家能打败中国呢 这是一位美国网友 在外国最大东南网站 Quarer上的提问 对于这个问题 金教授面对日本记者 是这样回答的 中国拥有人类所有的工业体系 可以这么说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 和国家集团可以击败中国 爱教授是这样回答的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 是不可战胜的 这已经被历史证明 并将继续被历史证明 那各国网友都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理解到大家来看看吧 马来西亚女网友StarGather回答道 历史上满洲和蒙古这样做了 为此他们必须学习汉语 学习中国人如何治理国家 然后用中国的制度来管理中国 后来他们被中国吸收 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通过防御来征服其他国家 如果有人攻击中国 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网友嘉生徐回答道 201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 超过美国 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并且仍在以较高的增速增长 60年前 我们可以用小米家步枪 打败朝鲜半岛的17国联合军 今天谁能打败我们 荒谬 网友Wong Defa回答道 印度可以用1万辆摩托车 运送百万军队 这比中国运20重型运输机更便宜 速度更快 我有证据 印度的摩托车 可以与一架运20相媲美 这是毫无疑问的 接下来是韩国 这不是完整的版本 我曾经读过韩国的历史书 韩国征服整个欧亚大陆 他们才是真正的征服者 加拿大地缘政治学家 南森·James回答道 首先 中国永远不会发动战争 除非领土被夺走 因此任何时候都将采取防御姿态 其次 在防御战中 中国是无懈可及等 中国有14亿人口 常备均超过200万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入侵和占领中国 中国队有主场优势 第三 即使是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也从未赢得过游击战 美国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糟糕 在中国领土上发动战争 本质上是游击战 与伊拉克战争不同 震慑并不能解决问题 第四 中国是核大国 凭借核武器 以及由洲际弹导导弹 潜射弹导弹 和远程轰炸机 组成的三位一体发射系 可以打败任何攻击者 当核武器摆在桌面上时 战争获胜的前景 是非常非常没有吸引力的 紧接着网友Thomas Troy回复道 不要忘记 截至目前 中国拥有最先进的防御性军事力量 奥克兰大学硕士 Jean Z回答道 中国是不在国内与中国较量 没门 因为你不是要与200万士兵 或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较量 而是要与14亿中国人作战 美国输掉这么多战争的原因 也是他们将在中国输掉的原因 美国低估了这些国家人民 不允许美国占领他们的国家 和控制他们的决心 中国在最虚弱的时候 就遭到了美国 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入侵和掠夺 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中国人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为了留在他们生活了5000多年的土地上 永远不会再让别人控制自己 网友Sousage White回答道 这真是一个没有常识的幼稚问题 如果你问谁能打败俄罗斯或美国 问题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两个发生战争 另一个国家肯定会被打败 而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超级大国之间永远不会有热战 或者其他大国如日本和欧盟崛起 并取代他们的位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甚至不需要考虑 这三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 如果你谈论经济战争 他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资本不可能放弃中国 所以打败中国是另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William Young回答道 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打败中国 你知道 一几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起玩青铜器 二两千年前我们的想法和欧洲一样 三一千年前我们有能力 与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竞争 四几十年前我们渴望赶上 比我们强大100倍的日本 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我们仍然在这场比赛之中 紧接着印度网友Anna Sun回答道 读一下中国的历史 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被所有能想到的人都打败了 中国网友Shaychen回答道 问题是 那现在大家都去了哪里呢 人家本来就傻 你还XXX揍人家 好了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回复这位美国网友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